清明时节,不少人将踏上扫墓祭祖的归城,而缅怀追思先贤的氛围也日渐浓厚起来。 文灯华人为保留传统,带动年轻一代,利用星期日的时间,关心年久时休的仙人之墓,该行动有望能引起广泛关注。 春风浩荡,又到清明,不仅是一个节气,清明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连接着过往与今天,表示着奉献与感恩。 3月18日刚刚候选的,16位文灯哥哥姐姐同历届文灯哥姐姐及家长,于3月26日组团前往免久时休的甲一单之墓,慎重追缘,免怀先行。 Tecua ini diadakan sebelum tanggal 5 April, jadi karena ini sudah masuk minggunya, kita canangkanlah ke makam Kapitan Wikiachin, yang mana beliau adalah kapitan terakhir di Tangerang, sebagai komunitas anak muda yang mewadahi atau jadi tempat belajar tentang kebudayaan Cina Benteng, kita wajib berbakti kepada salah satu leluhur kita ini, kemudian untuk merawat dan juga menjaga, apa sih ini identitas kita ini salah satunya gitu Wendeng Warren Jabi Tan, Wang Jijin之母,藏在 Tanggalang市 Kala Wachie鎮,住在 Chopi的小区里, 从大街必须穿过小巷行建 遗憾的是,袁氏安身之所,先已变为泊车之地, 而且本营已形残破,遭到恶意破坏 目的周围已荒草重生,满地都是气质建筑及生活垃圾 目前一对实施紧流奇衣,前置工作实际上一对可见 墓被上台选无垢有其叠层,被文自己搬博,但尚可辨认 年轻朋友看到这个场景深受出动,拿起自备的努力工具,共同行动起来 mungkin hampir semuanya belum mengikuti kegiatan Ci Dekode Benteng benar-benar masih buta 跟那些认识的认识 因为那些认识就不见到在学校 尤其是在旁边的旁边 尤其是我们知道的旁边的旁边 从旁边到旁边到旁边 真是非常奉励给我们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能够来到这里 能够在这里 我们作为允计的 能够有拥的拥有 我们知道这些认识的 是真的不舒服 你得呀 甲碧丹黄结晶 足及张州府长台县 据史料记载 1926年加入 有八成华人领袖 简福辉领导的 文登农业协会 就任委员一职 河文报纸广泛报道称 1928年8月11日 星期六 黄结晶卡拉瓦奇 赫赫有名的地主 当选文登华人甲碧丹 他受过欧洲教育 任职当年 年仅三四七岁 这是他接替 已故的父亲 黄日山的官位 黄结晶之名 列入了1931年 八成盖蜜叶市 筹委会文娱组的 名单之中 1937年 黄甲碧丹去世之后 卡拉瓦奇这片私有土地 还是个树角种植园区 离文登市中心 约四公里 车辆通行 也只有微不器的 相间小路 并只能在干旱期间 行使清醒质量 该幕与中华民国 25年或公元 1936年立碑 据了解 文物保护专家委员 对该幕进行了 勧场 讨厌 并认定其 历史加持 希望该幕 能收到保护 免受破坏的威胁 文物保护专家委员 并不认定其 并不认定其 并不认为 并不认为 华民国保护专家委员 已经被奔赏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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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灯年轻朋友 他房先贤祖祭 缅怀追思中 敬畏历史 涵养文脉 清明祭嫂 跪在征养孝德之风